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女士邓宏 让我们自法说法据理力争 每一年国庆节 我们都会用烟花来庆祝美国的独立日 当然烟花往往是市政府 或者是一些机构 统一来放烟花 民众可以买票 或者是在公众的场合来看烟花 不过因为今年加州进入旱季 雨水很少 所以话很多政府部门担心 这些烟花会导致更大的火灾 所以今年取缔火灾的力度更加加强了 罗汉基市政府 还有很多地方政府都严禁出售烟花 不过在这个星期发生了一个爆炸案件 引起各界的关注 也是因为这样子处理烟花案件 是否妥当 这个案子的话 是发生在星期三的时候 有一名民众打电话报案 他说我的邻居是小贩 以后还在家里边 闯有很多非法的火花 后来LAPD 洛杉基市警察局去到登门拜访 果然发现这个家里边住宅区存放了大堆的烟花 从早上8点钟开始发现之后 LAPD也派出了防弹炮击小组专门是爆炸药品的 因为这个物品里边是属于爆炸性的 所以Explosive Union进来之后 他们以后用车子换拉走了三大卡车的烟花 这个同时在最后的话到了下午 他还有24个像coccola饮料品大的一个装置 还有200多个就简单的可能引爆的这些装置 后来他们就叫来了引爆车 因为这些他认为可能会搬动到别的地方去 存放起来比较危险 以这个理由他们就叫来车子 这个引爆车子里边的话停了街道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从上空可以看得出 整个爆炸事件引爆的时候的话 以为安全的 因为他这个车子是特别的设计 没想到爆炸力非常强 整个卡车被炸毁了 旁边这些附近的车子的话 也同样被炸毁掉 所以可以看得出当时的话 爆炸力那么大 所以很多人觉得你这个警察 是不是处理妥当 因为本来引爆过程之中的话 有没有必要在民宅的地区来进行引爆 当然现在LAPD正在调查了 10名受伤的人士 他们属于工作受伤 7名受伤的人士 这是普通的民众 他可以求赏要求LAPD来赔偿 因为你不应该在民宅里边进行引爆 另外一方面 当然他们还可以告引爆车子的制造的 因为引爆车子的话 能不能安全的引爆 这个很重要 所以当然这是属于名字的部分 当然现在警察的话 他总是要抓一个 抓人来做替罪羔羊 他将这个屋主27岁的 叫Sales拉丁一的屋主逮捕了 他说这个是非法存放 还有出售烟火 同时他也指控的话 他是危害小孩安全 因为他家里边还有小孩子 他以这个理由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面临刑事的重罪起诉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LAPD的警察局局长 他也是责令警察 还有要求联邦ATF 舱基管理局参与调查 看看查出来 这些违禁品的是从哪里来的 从罗汉基时报的记者 所拍的这些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 这些烟花的话是made in China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将来的话 很多这类烟花的案件的话 会慢慢的会调查以后 可能会导致联邦案子的起诉 在20多年以前 刚开始我做律师的时候 我就接过了 整个封掉罗汉基 在华唐人街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当时一位华裔业者来找我们 他说现在警察正在约谈他 他害怕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因为警察调查 他在当趟出售烟火 找到他之后 警察也是找到其他 他买卖烟火的烟火的这些小贩 他们的公认是这个华商来 从那边批发出来的 后来警察一定要找他 因为对我们来说 如果是讲出了 又是跟警察坦诚的 他是做批发商 那有可能面临更重的劳刑 所以当时警察也是很担心 ATF的人也过来了 他说我们怀疑 他是罗汉基进口 非法烟花的大盆商 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话 他存放了多少个存放在哪里 从我们进货的海关的资料显示出来 他在过去一个月 月的话在5月份6月份的话 进口了大概20多个货柜 这些货柜里边 我们怀疑都是属于非法的烟花 虽然报官是说玩具 但是的话就是这些烟花的话 存放到哪里去 我们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 如果是因为这些烟花 随时可能会爆炸 有这个爆炸的话 对当然对我们律师来说 我们不希望产客人坦诚 否则的话20多个货柜 这个量越大惩罚的越重 但是同样的警察 检察官的话也是说 如果你不攻出来 将来爆炸的话 将来有人伤亡 我还要追究谋杀罪 所以的话 后来我们跟检察长来谈 就是说达成了一个 所谓的profit profit就是说我坦白承认 但是我们承认的东西 不能够作为承认证据 所以这种情形里边 我们拿到了 profit的信了之后 才承认 后来的话 在China Town 当时的有一个叫红 红塔山大楼 在6楼里边的话 存放了存放在那边 当然的话 大楼当时的话 上面有红塔山的名字 是China Town 可以说是中心的地区 所以警察一发现整栋楼 第6楼存放了 大概有十几个货柜的货物 他马上要撤退 但是他也担心 这过程之中 有可能会将China Town的话 整个都溃灭掉 所以的话 他要求China Town全部撤 撤离 所以后来这个案件 将China Town全部撤离 以后停了一天两天的时间 最后全部清理完毕了 重新才开放China Town 所以可以看得出 政府对这个部门是非常重视的 当然 所以在我们可以看起来 现在烟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物品 在我们很多华商 尤其进口商看起来的话 这个是当成玩具一样 过年过节大家都喜欢用 我们尤其是很多进口箱 像鞭炮 烟花烟火的话 都没有申请政府的许可 就直接进来了 也有一些地方的话 他不是从罗汉基进来的 从外州进来的 进来有一些地方的话 好像Okohoma 还有一些很多人口比较少的 州的话 是并没有对烟火有严格的要求 所以很多烟花的话 是从外州以后进口到加州来 所以过去二十多年 我们处理过非法进口 从外国进口 从中国进口的烟花 还有非法从外州运辆加州的 这些烟花案件 当然大部分的话 美国人的话 他是在国家公园里边放烟花 在营地里边放烟花 这种的话都是属于清醉 但是如果是从外州搬运运送 或者是进口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重罪 而亲着从外州到过来的 可能只是非法运送烟花 传有烟花 或者非法出售烟花 这种的话可以面临三年的劳刑 重罪的话是往往是外国大规模 从外国从中国进口烟花 以后这部分的话可以面临10年的劳刑 加州法规的话非常严格 它上面的话规定 所有这部分的话 你你要做广告 你要有执照 你要出售 你要有执照 你要把你要运送 要有执照 并且所有的烟花上面都要有 这个叫safe and send 这个标志 有加州 这个fire marshal 这个里面进行的 所以很多时候 就像我们过年过节 这个Challetown 中国人都喜欢放鞭炮 而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要经过特殊的申请 以后要fire marshal在场了 以后所有的这部分在场 马上要做好防火设施了 在特别批准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方便跑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国庆节到了 以后千万要注意地方城市 你自己居住城市里边的 对烟花的要求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电视里边的话 尤其看烟花秀就可以了 尤其是现在疫情还是非常紧张 又要到一些公众的场合看烟花 也容易染上Delta的变种病毒 所以提醒大家最好的庆祝方法 就是在自己家里边看电视 看烟花秀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国庆节